高雄一名61歲女子與人有債務糾紛 找上對方媳婦當街攔車 還衝到車前倒下 民眾路過看到一度以為是假車禍 還拋文提醒大家注意 但遠景隨後澄清 這是他們家人間的債務糾紛 騎士在小孩要去上學 搬路長髮黑衣女走過來 鎖定她們朝車頭進逼 騎士先愣住 接著用腳滑一直退一直退 沒想到對方往前扑又突然倒下 她就倒了 大家想說是碰瓷 什麼情況黑衣女攔車還大自行倒地 驚動警騷到場 涉嫌攔車女子躺在地上 事發在高雄陵原地區 26號上午7點左右 不少人看見 還原過程 擔心雙载騎士該不會遇到假車禍 某文提醒大家注意 不過遠景說是家人間債務糾紛 上前找摩托車騎士婆婆處理債務問題 涉嫌攔車的是阿姨 要找騎士婆婆處理債務問題 當街攔截實在太唐突 嚇了大家一跳 但畢竟是家人被攔騎士說 先自行處理 再考慮是否提告 記者柯陳昊高雄報導 自行處理債務問題 obecéta 雙管原地區 試騎士8주� unexpected